三十八年前 蒲世平烈士所在部队 从四川赶赴云南作战 三月一日 在进攻越南沙巴县时 不幸牺牲 十年二十四岁 后被安葬在平边县烈士林园 这手上就像 过得心肝样 那就没法说了 就挖得心肝 爸爸淘口交换 我都去看那儿犯人 所以我要帮我的生子 儿子 都弄出快乐 走去看啊 我没忘记他 我看你来打 啥 多年才把你找到 好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